HELLO,大家好,我是一方的Leo 我們今天要來開箱,開箱什麼呢? 開箱健身房學員的秘密武器 筋膜槍 就這樣,這樣一台黑色的筋膜槍 那它這個外面有人叫它按摩槍或者是震動槍 那但是比較正式的名稱就叫筋膜槍 OK,筋膜槍,就像現在這樣子 那筋膜槍也不是說就只有像健身人在用 它也是可以適用於比如說 一般家庭主婦啊,上班族啊,老公族啊 其實基本上都適用 為什麼?因為它這個主要的用途就是 紓解一個人的身體的一些肌肉的痠痛 就達到一個舒緩的效果 所以對一般上面的族群來講其實也都可以適用 那為什麼會有這一台呢? 因為像我這朋友他已經健身兩三年了 那他有在健身房使用過教練給他的這種 借他使用的這種筋膜槍 那他覺得說用起來其實真的不錯 但是就價格蠻高的 因為他看到的是那種美國品牌的 可能一支就快兩萬 然後他覺得來講 一萬多塊兩萬去買一台這樣的肌 他覺得還是有點沉重 所以說他請我幫忙找 那我也是在網路上一直搜尋一直比較 找找找找找 找到最後我就在一個中和的賣家 我還特別去跟他面交 但是我也不是說一定要跟中和買 你在網路上找到類似的都可以買 不一定要局限說跟誰買 那我找到這一支我去買的時候 我有特別跟賣家聊過了 就是說他的差別在哪裡 就是譬如說像我朋友他用的那個是 美國品牌他就只有三段 那他這一支是有二十段 那三段跟二十段其實就是力度上的差別 就是越多段他的力道當然就越強 那分得越細 就是可能說低段數你可以 小孩或者是女生使用就不會有壓力 不會覺得痛 那男生的話 可能就是可以使用到五段 十段 或十一十二 以此類推到二十段 那二十段就很大力了 就比較適合 比如說有在重訓 你肌肉很容易痠痛 或者是你在做重量級訓練的時候 大段數就很適合你 OK 就是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那 這部位我已經給朋友使用大概 一個禮拜的時間了 那我們就看看他對這一支 使用的感覺怎麼樣 因為有用過才比較客觀一點 OK 那你用一個禮拜 你覺得他的效果怎麼樣 我覺得跟健身房教練借給我的差不多 你說跟美國品牌那個差不多 對 那力道來講應該也是OK的 OK 那你都大概什麼時候使用 我都運動前大概 熱身的時候用五到十分鐘 熱身前五到十分鐘 OK 然後運動結束之後就是 還會再用 對 就是要 紓解 舒緩 你是舒緩肌肉還是什麼 就舒緩啊 就是你練完 放鬆五到十分鐘 OK 那你在用 其實你運動後 用五到十分鐘 會有感覺 會很明顯有感覺嗎 會啊 會啊 因為我們運動完隔天 就會肌肉痠痛 對 然後所以才要放鬆 再用五到十分鐘 OK 所以用完就會比較舒服 對 所以他的概念應該就是說 可能運動前 那就是五到十分鐘先讓你 比如說肌肉稍微 預熱啊 活化一下 這樣他運動比較順暢 那運動後他會再用五到十分鐘 那種概念就有點像 就是在快速分解五酸 讓你的肌肉能夠快速的得到一個舒緩 簡單來講就是減輕疲勞 簡單來講就是減輕疲勞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配件 他除了他除了這個機器本體以外 拿近一點給你看 他的機器就長這樣子 那這個他的名字叫MingoGum 那他是這種是電容式的 電容式的面板 是觸碰式的 待會我會開給各位看一下 那除了機器以外呢 他有附四個 四個這樣子的接頭 一個充電器 那他裡面是鋁電池的 他大概充電可以用 大概六個小時左右 但是當然依照力度的不同 你開的越段 越多段 力道越大的話 當然會比較耗電 但是原則上四個小時 應該也沒有太大問題 OK 那再來就是 他很貼心 就是他有附這個 這種說明的部分 比如說他現在這邊有四個接頭 他就告訴你說 這四個接頭是幹嘛 比如說 第一個這種 圓形的這個是屬於通用部位 通用部位就是 比較像說你是家庭主婦 或者你是上班族 打工族 你就簡單酸痛 要直接拍打 就是用這一種 OK 那像我朋友他是健身 他就用這種球型的 那球型的用途在哪裡 他就是屬於大肌肉群 比如說你今天練胸肌 就打胸肌 你今天練斜方肌 就打斜方肌 或者是你今天練 臀大肌 你就打臀大肌 他這個部分是 比較有感的 OK 那再來這個摸字型 是屬於脊椎的部分 脊椎的話就是 比如說有些人 可能脊椎會比較容易痠痛 那可以用這個去做一個舒緩 但是脊椎因為本身比較脆弱 所以這個建立在用脊椎的部分 你可能力道就不要調這麼大 因為太大力可能反而效果會 會反效果 OK所以這要特別注意 那最後這個是最特別的 它屬於 算是麥克風型的 指向型的 它是一個指向型的一個接頭 它適用的是關節部位 比如說你今天練臥力啊 可能 指甲 指骨這邊會比較容易痠痛 你就可以用這個去打 或者是說 比如說肩胛骨 或是說你可能 比如說長期久坐 上班族可能 肩胛骨部分 你就用這個會比較適合 OK那更特別的是 像我朋友 他有時候在 健身 他自己會煮 比如說雞胸肉 然後牛肉 那他還有用這個去打牛肉 很特別吧 給各位看一段 打牛肉的影片 好 看完 你會不會覺得 很特別 就是這個還可以有 這樣子的 料理的一個功能 當然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 他還是 以舒緩肌肉的部分 做一個訴求 那他除了這個部分 他給你講 還會告訴你是 用在哪裡以外 他還會給你這樣子的圖 因為畢竟我們 不是每個人都是 專業的醫生 知道說我們的 關節肌肉 跟脊椎的位置 或者是說 在不同的肌肉群裡面 不同的關節裡面 我們要使用 多長的時間 才有效果 我們不會知道 但是他就是怕你不知道 他就幫你 列出來 比如說針對這個 肌肉群的部分 要用 比如說像這個 燃燒肌啊 或者是 什麼肌啊 要打幾次 或多少時間 多少時間 他都會直接 寫在上面給你 那如果你要有效果 你就直接 看你的位置 直接去做一個 次數的一個 拍檔一個使用 讓相對你效果就會出來 所以這部分我覺得 算是 蠻貼心的一個東西 這個可以 算是蠻貼心的東西 可以參考看看 OK 那 大致上就這樣子 那我們待會就直接 把這個機器接起來 那我也順便看一下 我朋友他平常 是怎麼去使用的 我們來看看 他到底 對一般人啊 或者是健身的人 他的效果大概在哪裡 OK 那我們就去試試看吧 機器直接打開 下面這邊有個開關 一個off on 我們把它搬到on就可以了 搬到on就可以了 那後面就看到一個液晶的面板 那打開以後呢 我們先接上這個接頭 我們先使用這個通用型的 通用型的 那他裝的話很簡單 直接往下壓 往下壓就可以了 就這樣很簡單 那 要使用呢 就打開這個開關 打開這個開關 你就可以發現他已經在震動了 那打開以後呢 他這邊加減 可以去做一個段數的提升 最高就二十段 一二三 一去按到二十 那二十的話 我已經感覺超級正了 但是你在影片 的另一段 你可能感受不到 但這個力道真的非常的大 所以建立不要 初學者在使用 不要一開始就上去了 不要一開始就上去了 好那我們先開到一段就好 那這種通用型呢 就比如說 先今天如果說你是 背會摔 你就這樣子拍打 或者是說 比如說手臂的部分 手臂的部分拍打 這屬於就是比如說 你是女生啊 或者你是上班族啊 或者是你是打工族 你可以針對你不同的部位 比如說你脖子痠啊 你就這樣子 這樣打 各位看他震動其實是很大很明顯 很大很明顯 這種通用型 所以這算是很簡單啦 就是你針對你想要的部位 你就自己去移動 那也可以像我這樣自己打 自己打也可以 那當然 如果有人幫你打是更好啦 因為 別人打的感覺總是最好的 這個是 比較舒服 OK 這是屬於 通用型的 通用型的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 球型的 球型的 你看他很大一顆很可愛 有點像是地瓜球的感覺 拿到 這是我朋友比較常用的 OK 這個你平常都怎麼用 平常 平常都 平常都打胸 這樣 打胸 然後練胸肌的時候打胸 對 練肩的時候打肩 肩膀 肩膀 對 然後 還有背 還有背 對 斜放肌的部分 對 啊打的話會很熱嗎 你會打到很熱嗎 肌肉整個是熱嗎 會啊會啊因為熱身嘛 所以要打 打滿熱的 OK 然後練完的時候再打 就要10分鐘左右 就要10分鐘 OK 我直接幫他操作好了 可以看一下球型的震動 球型的話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就是 上下一直在做一個震動 這樣這個震動 所以比如說來我先打一下這隻二頭 好二頭 就是這樣直接 直接這樣子打 那一般他在健身房也是這樣 教練也是會幫他這樣用 或者是三頭 這樣子 然後直接打 像你如果說有在健身的話 你運動完馬上打的話 這樣子 對肌肉的塑型 我覺得多少是有幫助 好多少是有幫助 好那或者是 好 斜方肌的部分 就是這樣 可以看他震動 好我們看胸肌的部分 好 就是這樣子 你可以感覺出來他就是整個 震動的力道其實是很大 好那現在是一段 你最高打到幾段 最高我通常都是4到12 4到12差不多 我現在調到4 平常就差不多這個力道 4的話我現在拿就其實就蠻正的 對已經蠻正的 但是可以感覺出來就是 應該是蠻舒服的 我試一下 噢 4我不行 4有點 對我來講有點太大力了 所以4你覺得一般用都還ok 就對了 ok 好這就是屬於球型的 大肌肉群的用這一顆 好那我再換一下 脊椎的部分 好 脊椎就是這樣子摸字型的 摸字型 那脊椎的話你在使用這種摸字型脊椎 你要特別小心 你打開的時候先把段數先把它調到1 好 因為脊椎很脆弱 那像這個齁 一樣他是一個摸字型的這樣子 你可以這樣順著這樣 直下來 好那他主要就是針對 脊椎的部分去做一個舒緩 好那因為脊椎很脆弱嘛 所以說會建立就是不要調的太快 然後盡量潰在身體就好了 你也不要壓 因為你往下壓的話 他對脊椎來講我覺得會有風險 所以我建立就是這樣簡單的這樣下來就好 對阿比如說有些人可能 比較容易脊椎會比較敏感 會比較容易疼痛的話 可以用這個去做一個舒緩 不過使用簡陣力就是要注意就對了 好這是脊椎的部分 好我們再來看 最後一個 這個很可愛你看 這樣子 這個我都把它叫做打牛肉 因為我看到它打牛肉我覺得太酷了 裝上去以後 他這個呢算是單點式的 直接去做一個調整 我直接調到次數 那他這個就是針對關節的部分 比如說他今天肩胛骨這邊會痛 會痠 他就這樣直接壓下去 那這個就是直接 稍微往身體壓一點點就好 壓一點點你可以看他整個這個 有沒有後面的這個斜方肌 你看他整個都在震動 那這種也適合一般的 比如說家庭主婦或工作 上班族啊 或者是長期打工或久做的都很適合 因為他這樣往下壓的同時 他其實就是直接對肌肉的部分 就直接做很很很敏感的一個震動 會讓你直接覺得很有感 那他也這種 按這種效果我自己試過 他不會讓你覺得很癢 他會讓你稍微覺得一點點麻麻的 但是不會到癢 因為有些按摩器可能你放一放 大概按個一分鐘你就會覺得好癢 好像抓癢 他這個是不會的 是不會的 好像壓下去的話其實 蠻舒服 因為我自己拿來用 我也都是用這個打牛肉的 直接用在我的腰跟背的部分 因為我比較容易腰跟背痠 對 那他這個還可以 就是比如說 他還可以打在這個關節的部分 比如說你要練握力的時候 痠的時候你可以這樣子 殺來放 然後會痛嗎應該不會吧 有一點 像他這個力道可能要調到1 因為打手指可能會比較脆弱 所以很低 然後這就是對肢骨啊 關節這部分去做一個舒緩 所以說完 其實真的蠻正的 可以看到他蠻正的 那當然也可以做腰部啊 腰的話也是這樣 就是他的褲子就好 就這樣子褲子 或者是你要這樣繞全身也是可以的 記住他就是一直往內的去做一個垂打 他原則上就不會讓你覺得很癢 可是會讓你覺得麻麻 你力道越大會 力道越大會越覺得有麻的感覺 對 OK這就是以上四個 四個接頭的部分 那外觀我再給各位看一下 就是這樣子一個 這有點像是消光黑的感覺 然後 接頭就是這樣把 快拆直接拔掉很快 然後後面這就是電容的觸碰 就是這樣打開以後 段速去調 到現在我都還沒 沒什麼敢用時機 因為真的太正了 會有點疼痛 那其他的話 後面很簡單就是開關 你不用的話就off就好 他做兩段式的 不要讓你說一打開就直接會震 有可能你會拿不穩 所以要做兩段式開關 然後充電孔就在下面 也很簡單 就拿起來其實沒有什麼線孔的感覺 因為他都藏在下面 OK 這就是我覺得 筋膜槍 一些使用上的一些方法 好 現在最後呢 大家一定會好奇說到底 第一段跟第二十段 他的力道到底差多少 我想說做一個簡單的測試給各位看 我現在呢先把它調到一段 一段的部分 就直接對這個木板 去做這個 好 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可以看一下 他就是木頭會稍微有一點點的 一個小小的圓點 但是不會說很明顯 好 那我現在把它調到 二十 調到二十 二十我其實拿起來就 有點太正了 我就直接試試看 一樣 我往下打 往中間打 這邊是 先給各位看一下 這中間是 乾乾淨淨的 好 我現在直接打在這 這個位置 好 關一下 好 各位可以看一下 你看他木頭有沒有 整個都已經凹進去了 有沒有 非常的直接 所以這就是 一個二十的差別 所以說二十來講是 力道真的很大 對重訓或者是肌肉比較發達的人 這個是 我是覺得還是要小心使用 OK 大致上是這樣子 所以一到二十來講 力道其實 真的是 差而且非常多 好 那 大致上就是金模像的介紹就到這裡了 好 希望就是可以幫助到有一些 你是健身的有在使用的 或者是你是一般 上班族啊 或者是家庭主婦 或者是等等 做如此類 其實這個都適合你 只是說 如果你剛晚在找金模像的話 希望這個影片有幫助到你 好 那影片就到這裡啦 如果你覺得這個影片不錯的話 記得按個讚 或者是訂閱一下囉 掰掰